大家好,我是悟空 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 山经的第一卷是南山经 描述的是南方山系 南方山系一共又分为三大山系 今天我们探索的就是南方的第一个山系 名字叫雀山山系 雀山山系的第一座山叫昭瑶山 它屹立在西海岸边 山上生长着很多的桂树 而且蕴藏着丰富的金属矿物和玉石 山中有一种草 草的形状像韭菜一样 但是却开着青色的花 这种草的名字叫蛀鱼 它的神奇之处就是 人吃了之后不会感到饥饿 山上还有一种叫做米谷的树木 形状像构树 但是却呈现黑色的纹理 而且这个树会发光 人如果佩戴上这种树木 就不会迷失方向 山上有一种野兽 它形状很像猿猴 但是长着一双白色的耳朵 既能爬行 又能像人一样直立行走 名字叫星星 吃了它的肉 人就会走得非常快 据说这个星星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星星 立即和从昭瑶山发源 然后向西流入大海 水中有很多类似琥珀的东西 名字叫做玉佩 人佩戴上它 就不会生骨胀病 骨胀病也叫蜘蛛病 这个病会使人的腹部肿大 从昭瑶山往东走三百里 我们便来到了唐庭山 唐庭山上生长着茂密的野木 在野木林中生活着许多白色的猿猴 山上盛产水晶石 而且还蕴藏着丰富的黄金 从唐庭山往东再走三百八十里 我们就来到了园艺山 园艺山上生长了很多怪异的野兽 和很多奇怪的蛇 其中有一种蛇的名字叫腹虫 传说是上古一种非常可怕的毒蛇 鼻子上长着有毒的刺 大的腹虫可以重打百斤 园艺山中有水流存在 水中生活着很多怪异的鱼 在这座山上不只是动物怪异 树木也很怪异 这里的树人想爬是爬不上去的 这座山上盛产白玉 过了园艺山 我们再向东走三百七十里 就来到了纽阳山 纽阳山的南面盛产黄金 北面盛产白银 山中有一种野兽 身体长得像马 但是头是白色的 身上的斑纹像老虎 但是尾巴却是红色的 这种野兽名字叫露鼠 它吼叫的声音就像人唱歌一样 人要是穿戴上它的毛皮 就可以多子多孙 山上有条河叫怪水 是从这座山发源的 然后一直向东流 流入县一河 怪水里有一种奇怪的龟 它的形状像普通的乌龟 但是却长着鸟一样的头 和蛇一样的尾巴 人们叫它玄龟 它叫起来的声音 就像劈开木头时 发出来的响声 佩戴上它就能使人的耳朵不聋 还可以治愈脚底的老紧 有些人觉得 这里的玄龟 就是我们现在的鳄鱼 向东继续走三百里 就到了底山 这座山间有很多水流 但是山上却没有草木 水中生活着一种鱼 这种鱼真的是非常的怪异 它形状像牛 但是却长着蛇一样的尾巴 而且这种鱼有翅膀 翅膀长在内部上 它叫起来的声音也和离牛很像 而且它们会经常栖息在山坡上 这个鱼的名字叫鹿 它们和蛇一样会冬眠 到了夏天才会复苏 吃了它的肉就会使人不患臃肿病 臃肿病是一种让皮肤肿烂溃疡的病 再往东四百里就到了胆元山 这座山和刚才的底山很像 山上有很多的流水 但是也没有花草树木 这座山很陡峭 人是攀登不上去的 山中有一种野兽 形状像野猫 却是长得像人一样的头发 名字叫做泪 泪这个野兽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它身上同时长有雌雄两种器官 也就是说是雌雄同体的 它的肉也可以吃 吃了之后就会使人不产生嫉妒心 我们继续向中走 再过三百里就来到了基山 山的南面盛产玉石 北面长了很多奇怪的树木 这个山里生活着两种异兽 其中有一个长得像羊 但是却长得九条尾巴 四只耳朵 眼睛也是非常神奇的长在背上 它的名字叫薄夷 它的毛皮能让人无所畏惧 穿上之后就会让人什么都不会害怕 另外一种异兽是一种琴鸟 它的形状像鸡 却长着三个脑袋 六只眼 六条腿 三个翅膀 名字叫厂夫 吃了它的肉 人就不会感到瞌睡 也就不用睡觉了 再往东三百里 我们就来到了青秋山 这座山的名字我们可能没有听说过 但是这里生活的一个异兽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青秋山就是我们熟知的九尾湖的老家 关于九尾湖有太多的记载和传说了 《三海经》中对它的描述是这样的 它长着九条尾巴 叫声就像婴儿啼哭一样 但是也是非常凶猛 能吃人 反过来人也可以把它当作野味来吃 当然现在我们要禁止吃野味 吃了它的肉就能百毒不侵 也不会种要挟之术 它很邪恶 但是也可以避邪 所以历史上关于九尾湖的传说也是一正一邪 山上还有一种鸟 形状像斑鸠 鸣叫的声音就像两个人吵架 互相谩骂一样 《三海经》里的描述真的是很有意思 它的叫声我们可以自己脑补一下 这种鸟的名字叫做冠冠 把它的羽毛插在身上就不会感到迷惑 青秋山的南面盛产玉石 北面盛产青货 青货是古代人们用的一种青色的燃料 也是一种矿石 鹰水从这座山发源 有一点需要提一下 鹰水这个名字可能是一条河的名字 也可能是对一类河的通称 因为在其他地方的描述中也多次出现鹰水 所以这里我们暂且理解它是对一类河的通称 这条河向南流入一则 则是湖的意思 湖中有很多叫做赤如的鱼 它的形状像普通的鱼 却有一副人的面孔 发出的声音像是鸳鸯鸟在叫 吃了它的肉人就不会生戒疮 再往东走350里 我们就来到了雀山山系的最后一座山 鸡尾山 山的尾端紧连着东海 所以有很多的沙石 方水从这座山发源 然后向南流入浴水 水中有很多白色的浴石 这样我们就一起走完了山海经的第一个山系 雀山山系 它东起昭遥山 西至基纬山 途径2950里 书中写的是一共有十座山 但是却只记载了我们刚才看到的九座山 据研究应该是在后人传承修正的过程中 丢失了部分内容 这样的情况我们在以后的描述中也会经常遇到 雀山山系 各山的山神身体长得像鸟 有着龙一样的头 人们祭祀山神典礼是把续琴和张一起埋入地下 张是一种用来祭祀的玉器 祭神用一块壁 米用的是稻米 给神的习作是用白毛草做成的 这就是山海经中关于雀山山系的所有描述 下期视频我们再去探索南部的另一个山系 谢谢您的观看 我是悟空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期再见